一直以来 混合泳接力都是泳池中观赏性最高的比赛之一 在一场比赛中可以看到多种泳池的精彩比拼 同样也是考验着各国在专项泳池上 游泳接力选手的精确把控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一场不久前举办的混合泳接力比赛 话不多说 一起进入比赛吧 首先入场的队伍就是咱们中国的四朵金花 咱们四位中国姑娘艺术厂救手牵手 高举手臂进场 看来咱们中国女队今天的状态不错 有说有笑的 也是很期待一位他们的比赛表现啊 第七道的荷兰队进场气势就差了不少 感觉这四个选手死气沉沉的 丝毫没有参加大赛的兴奋感啊 看来也是看破了 知道自己的实力是拿不到奖牌的 人呢不能这么容易就说放弃 对不 这俄罗斯的选手这都举办几天了 口罩就是没办法戴好 就算是战斗民族也不能这么戴口罩啊 特别是中间的这个选手 上次就说你相信魔法不相信科学 这下真的就是证实了 这带的和没带没什么区别啊 三道进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 哎这队的选手看来很紧张啊 右边的这两位选手都要走到其他赛道去了 还好中间的这个选手把他俩拉了回来 不然就要去给其他队伍游了 随着所有的参赛队伍都进场完毕 灯光也逐渐明亮了起来 咱们中国队的四位选手也在积极的热身 这场比赛 咱们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杨勇彭去尾 第二棒挖勇唐前亭 第三棒蝶勇张宇飞 第四棒自由泳成玉杰 他们四位能否再创佳季呢 比赛即将开始 比赛开始 第二意大利队排在第三位 中国队呢是0.58秒 转身之后 四道和五道的队伍还是压着世界纪录线在游 世界纪录持有美国队在 瑞典队的第一棒是路易斯汉森 加拿大队的第一棒是麦斯 第一棒彭去尾今天的表现 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吧 在一百米交接棒时稍稍落后 排在了第六的位置上 挖勇唐前亭能否带来惊喜呢 比赛继续 瑞典队排在第三位 瑞典队的第二棒是苏菲汉森 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皮克里姆 皮克里姆 本人呢是一个挖勇为主向的选手 现在也是肩向混合勇 中国队目前的排名是第四 中国队的这一棒是唐前亭 唐前亭在之前的女子一百米挖勇项目上夺冠的同时也刷新了亚洲记录 我们中国队一个巨大的收获 因为唐前亭年龄非常的 第二棒唐前亭今天发挥的就十分出色了 不亏是在本届世锦赛上获得一百米挖勇冠军的选手 一入水就反抄美国队和加拿大队 一百米到边时上升到第二的位置 第三棒张雨菲能守住吗 中国队参加了四乘五十米最勇激励的比赛 单棒成绩二十三秒一二全场最快 这一棒是中国队最关键的棒次 张雨菲已经抄到了第一位 五十米过后 瑞典队第一 中国队第二 美国队排在第三位 第三棒张雨菲今天游的有点紧啊 与舍斯伦特拼到极限 来到第一的位置上 但在第一个五十米转身时 体力逐渐不支 被瑞典队反抄 重新回到第二的位置上 就看第四棒成绿节的了 中国队的第四棒是成绿节 这是一个十八岁的小将 阿尔曼 这是他全队当中相对偏弱的 这样的一个棒次 攻击的可能 现在瑞典队排在第一 中国队第二 美国队排在第三位 要警惕美国队的冲击 美国队的最后一棒 维子尔之前也是单向啊 多次站上领奖台的选手 成绿节加油了 瑞典队继续保持领先 瑞典队继续保持领先 加拿大第二 中国队第三到边 瑞典队获得了冠军 加拿大队拿到了银牌 中国队获得了铜牌 非常棒的一个表现啊 在最后一个比赛日 最后一个竞赛单元 中国队又收获一枚奖牌 好样的 第四棒成绿节 从一入水就拼尽全力 在50米转身时 就已经将差距缩小 此时身后的美国队 最强的一棒自游泳 也开始发力 对中国队的位置发起冲击 不过还好 成绿节在最后5米的位置 顶住了巨大压力 拼尽全力的冲刺 最终以3分47秒41的成绩 保住了这枚铜牌 并且再一次的刷新了 亚洲女子混合勇 结列比赛的记录 恭喜中国泳队 恭喜四朵金花